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完手术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但莱瑞不做也会有其他人赚这份钱 莱瑞也就勉为其难的为他们做了手术 但是这却给莱瑞带来了麻烦 两个女客户Lisha和Susan 几天前先后死于车祸和坠楼 在警察看来 这两个女模特根本没有任何自杀的理由 他们都在莱瑞这里整容过 这也让莱瑞成了警察怀疑的对象 自同接受完手术 模特辛迪就迷恋上了莱瑞 据他所说 死去的两个女孩 她自己 以及另一个叫Dina的女孩 都接到了一个叫做数字矩阵公司的需求 要想拍摄他们的广告 就必须按照清单上整容 变成一个各方面都符合需求的完美女孩 辛迪并没有觉得这些事情之间有什么关联 但Dina却感觉到了什么 她来到诊所 对莱瑞一同胡言乱语 说着模特们的死跟数字矩阵有关系 然后匆匆离开 莱瑞对于自己被警察怀疑是颇为在意 加上担心Dina的安全 匆匆驱车赶往Dina家 莱瑞还是来晚了一步 刚到楼下 Dina的房间就发出了一道亮光 随后Dina从楼上跌落了下来 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 从Dina家的阳台一闪而过 但莱瑞追上楼 男人已经不见了 警察显然并不是很相信莱瑞的一番说辞 对于莱瑞的怀疑更深了 四个接受手术的女孩已经死了三个 现在就剩下辛迪了 莱瑞决定 在事情没有查明之前 一定要守在辛迪的身边 救她一命 也好顺便洗刷自己的嫌疑 莱瑞约辛迪一起参加了晚宴 那是富豪莱斯顿举办的 他旗下有若干公司 控制着洛杉矶一半的广告业 这次 他想跟莱瑞商量一下 投资成立医学研究中心的事 期间莱瑞说起最近女孩们被害的事情 并表达了对数字矩阵公司的怀疑 莱斯顿一听哈哈大笑 巧了吗这不是 数字矩阵正是自己的一家公司 只是 他们只是在进行一些理论研究 虽然给女孩们发送过整形需求 却无论如何也不会做杀人这种事 莱瑞一下被搞得云里雾里 不管如何 跟辛迪形影不离才是王道 辛迪有些奇怪 两人共度了一夜 莱瑞却什么也没做 自己这么美 这不科学 第二天 莱瑞提出要跟辛迪一起去广告拍摄现场看看 那里就是数字矩阵正在拍摄的广告 数字矩阵拍摄广告跟其他的公司大不相同 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电脑的计算结果来做的 比如模特要跳多高 落地要转几度诸如此类 正因如此 辛迪拍摄的过程十分辛苦 因为哪怕只有几毫米的偏差都要重新再来一遍 拍摄结果不尽如人意 公司要求辛迪去研究所一趟 采集一些数据 莱瑞自然也一起 辛迪被研究人员带到了一个大机器 脱光了衣服 被光线全身扫描 就这么做一次 他一年就可以赚20万美元了 而作为公司的潜在合作伙伴 莱瑞被邀请参观他们的研究成果 原来这间研究所主要对广告效果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比如这种机器 可以追踪观众在观看广告时的视觉焦点 通过这些数据 就可以准确地进行调整 提升广告的产品宣传效果 之所以让模特们进行精确到毫米的阵容 都是为了这种效果 但研究所发现了一个问题 模特们的表演总是会有一些误差 因此他们开发了一种更先进的方法 采集模特的身体和声音数据 用电脑直接生成人物形象 这样就可以用那些完美女孩的样子 制作出毫无偏差的广告了 这项技术 莱斯顿会在几天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宣布 莱瑞越听越觉得吃惊 并更加认为 女孩们的死亡跟数字矩阵有所关联 他偷拿了一张门卡 准备进行一些调查 Cindy终于意识到莱瑞的不正常 原来他一直都实在保护自己 并不是真正想跟自己交往的 莱瑞拉着Cindy一起在深夜来到了研究所 跟着打扫卫生的机器人 进入了那个门卡根本打不开的房间 但这些都被一个男人从安保接识器发现 这个男人就是那天莱瑞见过的小胡子 从这个房间 莱瑞发现了一本研究日志 数字矩阵进行的研究 远比他们宣称的更加复杂 那种精确到毫米的广告 实际上像是一种光学催眠 广告中的各种图像 色彩 频率 共同构成了一种 谁也察觉不到的催眠手段 用在普通广告中 观众就会不自觉地下定决心购买产品 但如果用在政治和军事用途 威力可就大多了 难怪最近总统候选人 跟莱斯顿走得那么近了 在进行这种研究的同时 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光学武器 看起来就像是一把枪 可以通过强光对人进行催眠 那些完美女孩的数字形象 在以后会是实施电视催眠的武器 为了避免女孩们结婉生枝 莱斯顿才指示人 在对他们进行催眠后杀死他 小胡子突然出现 用光学枪催眠了莱瑞两人 并开始暴揍莱瑞 多亏莱瑞及时清醒过来 戴上了研究日志中提到的 防止被催眠的眼镜 才制服了小胡子 及时带心底逃脱 回到诊所 莱瑞准备拨打电话 将发现告诉警察 但电话线已经被掐断了 是小胡子带人来到了这里 乱战中 他们带走了心底 一直怀疑莱瑞的警察 在诊所附近听到了枪声 赶来这里已经是一片冷静 莱瑞用光学枪催眠了警察 乔庄打扮下来到了研究所 在这里 莱斯顿正准备进行发布会 向各界名流展示自己的最新发明 精心设计的总统后写人广告 果然将所有人都催眠了 再这么下去 下任总统将会毫无悬念 莱瑞还是被发现了 大家趁乱跑到了研究所的演播中心 这里正是数字举阵 用来合成广告的地方 小胡子在演播中心开始追杀莱瑞 但他们也毫不知情地 出现在了合成的广告中 破坏了广告原本的催眠效果 发布中心一众人哄腾大笑 小胡子开枪误杀了数字举阵的负责人 随后被赶到演播中心的莱斯顿误杀 而正在莱斯顿准备向莱瑞开枪时 警察及时出现 一枪打死了莱斯顿 在楼上的一个密室中 莱瑞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心底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莱瑞也洗刷了冤屈 他不准备再帮心底做手术了 因为他可不能跟自己的病人约会的 这是一部设定和想象力远远超出制作能力的电影 是曾经创作过诸毒剧公园 以及西部世界的迈克尔·克莱顿的早期作品 通过电视广告进行催眠的想法十分超前 可惜故事并没有讲好 后半段的节奏也太拖沓了 数字举阵杀死美女们显得有些不合逻辑 整容医生拯救世界也与能力不符 更做设计更是有些过于简单 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 片中大量的美女和小福利还是很养眼的 本篇反映了当时那一代人 对于电视以及广告行业迅速发展的引以担忧 可如今近40年过去了 电视或者网络广告 还是没有达到可以催眠的程度 前辈们显然是夺虑了 不过脑白金 找工作 婚纱罩这类洗脑广告 不知道会不会让前辈们踢飞棺材板呢 本期老电影故事就到这里 节目每日一更 订阅才好及时观看 能帮忙转发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喜欢节目 记得点击左下角的大拇指按钮 有好的题材 欢迎留言向我推荐 下期再见吧